這樣走過來 心裡就在想說 中島拍戲一直找我演 可能是因為催促我感進度吧 我這個好像默默要離開電影圈的一個人 他一直催著我做一些 其實我很喜歡做的事 表演 那因為我看他合作的人 都是一些經常都是入圍金鐘 金馬 入圍或得獎的這些其他演員 所以或許這是中島的一個美意吧 一直希望我能夠在他的電影裡好好表現 第一次跟中島合作是在一路順風 那個時候我正好自己寫了一個舞台劇 在劇場裡面演 讓他找我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已經 心裡準備已經要重新回來做一位演員 所以我自己回到劇場去 經常去讀劇 去排練 就是希望除了想做演員以外 自己的身體和工作習慣 也要漸漸的去習慣作為一個演員 是怎麼樣的節奏 然後很巧在那個時候 中島就找了我參加他演出 我記得一開始 其他演員都說 那但是當那些人到拍戲現場真的看到我的時候 他們就說中島太適合了 那個吸毒飯就是找陳以文就對了 那是第一次合作的機緣 那之後很長的時間裡 中島可能監製電影的時候 他都會為我留下一個我去呈現的人物 那當然每次我接觸他的時候 都跟他原來想的那個人物多了很多他沒想到的趣味 包括大佛普拉斯的這個歐麗豆腐 這種感覺 還有小美裡面 我覺得 如果這個在理髮廳的房東 他如果是個香港來的人 會不會有另外的趣味 這樣的 就是總是 可能我們的互動裡都很幸運的 有這樣的一個加分的效果 怎麼樣聊一下 我剛才竟然沒有感謝我的家人 好那現在開始 我好後悔 好那重來一次 感謝 來 我要感謝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母親跟我的阿姨 如果不是這兩個女人 我根本沒有辦法完成這部電影 因為我家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女人 需要他們照顧 所以我媽媽跟我阿姨在我拍攝期間 都幫了我很多 六年前以為那個就是最後一次了 今天再一次上台真的是很激動 因為這一次在拍熱帶雨的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是蠻辛苦的 在技術上 在表演上 其實表演上 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問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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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